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不管他送件他送件的时间是六月一号那么从五月底从他表态到现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那你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呢其实你仔细观察所有的障碍都在台湾嗯都在蔡英文昨天半夜的时候呢这个郭台铭呢他在脸书上面呢就报告了说终于签约了当然不能放松因为还必须要 要去等催货好希望那个疫苗呢能够尽快的就到台湾嗯他说但是他强调了一件事情他说从头到从他表态开始嗯一直到昨天晚上签约 这中间所有的过程北京没有任何的干涉嗯他就是回归到正常的商业合约如果是一般的正常的商业合约 为什么要拖这么久的时间嗯那今天呢呃上报上报就是他是一个网络媒体嗯他其实过去这段时间常常在这个疫苗这事情上面有他个别重要的消息那有的其实是放话那有的呢很明显看到有一些内幕消息他就很细腻的去形容说其实上个礼拜七月七号就要签约了嗯 还记得吗那时候有一波说呃这个这个上海复兴跟郭台铭然后跟台积电七月七号就要签约嗯结果呢这个消息呢就突然淡下来了然后呢这个呃郭台铭呃永林基金会就说不是我们发布的消息都不是真的好可见的没有嗯没有签约哈 他说其实七月七号本来是真的要签约的嗯后来是因为合约的几个文字总统府有意见嗯所以就一直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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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到了礼拜五晚上总统府终于点头答应说OK这个文件是可以了嗯才会有隔天新华社本来是准备好的稿子不小心露出来了嗯 他是等等着说上海复兴一签约他就可以发那稿子他已经准备好在那地方嗯好所以才会有这个消息结果呢那个消息一出来了之后总统府又不高兴了他说我要把文字好好的一个字一个字来审查嗯又这样子的一个审查又省了两天嗯所以一直到昨天晚上深夜的时候才签约我就不是很能理解就是说对台湾来说 每一个人为了要疫情能够过嗯不管是为了自己保护自己的安全然后或者是说希望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嗯其实现在都是度日如年嗯可是我们刚刚光是不要讲前面从这个六月一号嗯从五月底表态要求你要有八大文件然后呢拼了六月一号送件之后就一直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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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六月十八号呢那么最后通牒然后蔡英文才把台积电拉进来然后说好 我们愿意政府呢给予你授钱授钱你去买可是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再隔一个礼拜行政院才真的签约然后让这个郭台铭跟台积电可以去买疫苗嗯上个礼拜七月七号可以签约他也硬是可以拖到七月十一号我就不是很能理解就是每拖一天他的那个意味着是很多人的生计受到影响很多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从来都不在乎哎好我们姐姐读一下这件事情我说你会有没有有没有看过鲁迅的阿Q真传有啊当然阿Q的阿Q的阿Q最后被砍头了他被砍头钱到大家都很不耐烦因为阿Q阿Q不认识字最后要砍头钱的时候呢他连他自己的那些判决书他会怎么被砍头那就是看不懂可是这当他第一次拿的拿起毛毛笔他就周围都在都在关注他 他突然覺得自己是個重要人物 大家都在看著他拿拿著貓表紙要寫字 那他不會寫字 他要在畫畫鴨的時候準備砍頭前畫一說 那那那大家就那就畫個圈吧 他覺得這是很很很大的事情 他一定要把那個圈畫得很漂亮 慢慢畫慢慢畫慢慢畫 他搞得煩煩死就把他看了 就是不我不等他把那個圈畫漂亮就把他看了 蔡英文現在就像是那個畫畫圈的RQ 他非常重視形式主義 你明明知道就今天郭台銘呢要的是李子 蔡英文要的是面子 他叫郭台銘就說沒有關係啦 只要能夠讓我把疫苗買進來就好了 其他的呢我都面子都做給你 因此他們就就是扎扎實實的在面子工程上面來講的大作文章 老老實講你還是用用BNT啊 全世界稍微稍微呢理智一點也都知道 這個BNT的亞洲區的總代理還是復興啊 對呀還是的正常情況來講 還是掛上一個復必泰呀 因為這個是商業合約嘛一定是這樣走 不會有第二條路嘛 頂多只是今天大陸方面來講為了證明呢他讓台灣的民眾能夠打到疫苗的誠意 復興呢也忍氣好吧那就那就不用復必泰 把復必泰那個不讓你看到復必泰三個字難道他就不是復興代理的BNT嗎還是一樣啊 玫瑰不叫玫瑰他就不是玫瑰就不香了嗎一樣啊那你為什麼就堅堅持就是就是我不能叫他玫瑰 所以我要叫他什麼什麼都東西他還是那個都東西啊 但是對於民進黨政府來講至關重要 當他當這兩天的時間他們說這個是商業合約誰不知道呢本來就是告訴你說這是商業合約啊 只是過去你根本不讓大家簽商業合約啊 你堅持呢疫苗的採購是國家主權的象徵堅持不買大陸的疫苗連復興這種代理BNT在大陸自自己都沒有接接受啊上海的復興就只拿到代理權而已啊結果呢你連這樣子都不讓他進來好吧今天郭台銘買到了一千萬劑價格比你的原來呢原來要去採購的那個價格大概還便宜了百分之三十那時候傳言是四十五塊美金 嗯現在買到的是三十到三十一塊美金如果加上冷鏈的運輸費用的話是三十三塊美金嗯大概呢最少少少個百分之二二十五左右的價格買的比你便宜買的比你多而且呢如果叫你去買你一定繞不過復必泰因為去年的東洋現在走的不就是東洋模式嗎是一模一樣有什麼不一樣去年把東洋不一樣就是差了一年就然後差一年第二個差了復必泰對差了復必泰三三個字我我就在這件事情當中 來講今天台灣的老百姓台灣的在野黨其實你不談就是為什麼會有一個政府當人命關天的時候仍然在講究那種自理行間的自爭俱拙的形式主義要在形式主義當中充分滿足以免你丟面子他知道他已經失了李子他不想失了面子蔡英文無非就只是明明知道李子已經沒有了他的疫苗疫苗政策已經崩潰了但是我要保住面子 所以裡面絕對呢不可以呢出現中國出現復必泰的字眼 蔡你看到郭台銘最後呢必須要講說北京的沒有介入 嗯 這在這句話我覺得基本上內心裡頭充滿了無限感慨吧 當然感慨而且你說說北北京不會不會憤怒嗎 上海附近這個是我代理的疫苗我花了八千五百萬耶 那我拿到了包括代理權亞亞洲區亞洲區的大中華區的代理權是我結果不能用用我的招牌憑什麼 你就知道大陸方面為了滿足這種台灣台灣民眾打到疫苗他也把政治放到最最低我不跟你講講政治沒關係啦只要疫苗能夠過去就好了 所以直接從德國德國出口本來就從德國出口啊本來就從德國出口不會先送到上海再送來台灣本來就是德國出口 但是為什麼一個政府人命關天的時候仍然在講刑事主義仍然在搞面子工程這才是真正該計較 因為阿Q他就可以講說說你們打我就是在打你腦子沒有錯沒有錯我今天又被我兒子打了真的口頭上講講話就很開心